佔中商討日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 在下個月底公投 選出來的方案全部都有公民提名元素 全日有近2,600個簽了佔中二項書的人投了票 學界方案得票最多又超過1,100票 得票率有近四成半 其次分別是人民力量和珍普選聯盟 這三個方案都包括有公民提名元素 下個月底會公投給市民選出一個 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就說會尊重結果 在那三個方案的支持度 都見到相當清晰的意向 我想這個信息亦都要給各方面都看到 其實無論是那三個方案 是否有兩個類型都好 但很明顯的就是公民提名的訴求是強烈的 我想這個亦都是各方必須要考慮和認真對待的一件事情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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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